快点 快点 好 胡大小姐 来 接拐 来 这是我们最好的贵宾客房 又干净又气派 小姐住一定满意 倒茶 小姐 我不喝茶 不喝茶 喝什么 封糖水 封糖水 小姐对不起 我们这儿没有封糖 没有 不会买啊 这我可做不了主 你得问我们掌柜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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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算了 别 我去买 你要是去买了 谁来照顾我 你们俩照顾好小姐啊 我去买糖 行行 行了 别出来 回来呀 有封糖吗 有 有 有 多少钱一斤啊 五个筒子 好 谁 老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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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好 请 来点什么菜啊 炒螺丝 干边四季豆 煮花生一盘 小二 炒螺丝 干边四季豆 煮花生各一盘 看来谷月桂是缓缓森盈 吃 好吃 吃 老大 那个秦治长来了 好 是吧 小姐 这位是 这位是我哥民团里的李铁杆 李队长 李铁杆啊 是你送谷小姐来的 秦警长 不好意思啊 敬扰大家了 哪里啊 不必客气 既然谷贪总来了信了 那么我就有责任负责谷小姐的安全 谷小姐 以后有什么事情 直接派人打个招呼嘛 我秦某一定全力效劳 其实啊是我哥太紧张了 不应该给秦局长您添麻烦的 其实我们李队长武功高强 有他没问题的 是吗 是啊 那有机会见识见识啊 秦局长 不敢不敢 谷小姐 我已经给胡高耀打好招呼了 叫他给你看看脚 谢谢秦局长 那好 我功务在身 就不多奉陪了 今天呢 要不是谷小姐的脚不方便 应该请你在四美仙酒楼 好好地款待一下的 谢谢您的美意了 等到我的脚好了 咱们再去四美仙怎么样 好 咱们有的是机会 小姐多保重 那秦某就告辞了 铁杆 带我送送 好 请 行行行 李天杆 你这一看就是个习武之人哪 怎么样到我的手下看吧 秦局长多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现在在谷家效力 咱俩的事儿 以后再说 我说李铁杆 赤水河镇毕竟是小地方 没有发展前途 不能埋没了你这人才 是是是 我会再考虑的 那好 你就好好地考虑 我可是等着你的好消息 好 苏不远送 告辞 小姐 封糖水喝吧 挺甜的 我是不是太娇气了 有点 不过不娇气怎么叫大小姐呢 对吧 你这话说得有哲理 哲理 哲理是什么理啊 就是说你说话很有道理 没没没道理 我这人笨没办法 那你多看点书 脑子就开窍了 我跟你说 我以前还真上过几年私塾 可是呢 我一看见书 我的脑袋就头疼 你知道吗 可是你很有本事啊 我要是有你一半的本事 就不用你这么照顾我了 大小姐 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倒想有人照顾我呢 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啊 没有没有没有 说哪儿的话呀 对了 满起菜 满起菜 来来来来 赶紧赶紧 来了 你去那股管理堂 把那个胡高耀给我叫过来 给小姐治治病 好嘞 赶紧赶紧 胡高耀可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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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你倒点 赵公子 赵公子怎么样 我们谈谈 赵公子怎么样 我正等着你呢 我正等着你呢 那好 我就不绕圈子了 你也清楚 你父亲 希望你能回到他的身边去 彻底与共匪划清界限 在我看来 你们共产党 毕竟是一些草马山寇 终究不是我们国军的对手 要不然 你也不会被我们打散 你现在负了伤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和你一起潜伏在赤水河的红军 其实并不多 而且有很多是伤兵 说句不友善的话 我姑母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一举歼灭你们 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那是因为有你在 我手下留情了 接着说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们红军没有多大的前途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 迷途知返才是正路啊 说完了 说完了 那我走了 赵公子 你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 与他背道而驰 如果你不是落在我的手里 或者是我把你交给其他人看管 你的下场会很惨 这么说我还别无选择了 对 别无选择 只要你一步走错 别说你见不到欧阳兰 就是你和欧阳兰本人 都会马上消失 这也是你父亲的意思 如果你不听的话 我真帮不了你 好 我可以考虑你的话 但是你也应该给我一点自由吧 这好好说 只要你写一份申请书 生命与共产党划清界限 再写一份加入国民党的申请书 你马上就自由了 你条件也太苛刻了吧 赵公子一点也不苛刻 好 那我也告诉你 绝不可能 赵公子不要轻易回答我 你考虑清楚以后再做决定 小姐 这两天你不要下床 我保你三天之内就可以走路了 真的这么灵啊 不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吗 放心吧 这是我胡家的祖传秘方 一贴就灵 那太好了 对了 我可以给你开个药方 你可以配合着吃点药 谢谢您 不客气 雪儿 怎么样了你们 政委 伤势已经有所好转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呢 下一步 主要进行新营地的建设和防卫工作 我们还得救出赵队长 其他伤员的伤势已经恢复得很好 这样我们马上就有二十几个队员 可以参加战斗了 古约贵民团的人数比我们多 但是我们的优势就是一少胜多 上一次幸亏及时转移 否则的话 我们就会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现在呢 还不是主动出击的时候 我们要等待机会呀 我想古约贵大概以为 我们是支大部队呢 这样吧 你先到山下去侦查一下 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是 政委 去吧 大部队长 大部队 是 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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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 之后 就是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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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之后 是 童子 大部队 所以说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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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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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警令政 大 大 老子在外面点头哈要辛辛苦苦的 你们就在这儿玩这个 这要是红军来了 还不都把你们当苍蝇给拍了 居座 弟兄们憋好几天了 这红军一个也没来啊 就你们这帮怂包软淡 真要是红裙来了 还不早就让人给收拾了 可他们不是没来吗 废话 来了你们早就完了 举座 您啊 别长他人志气 灭咱们自己威风啊 你们威风 我看你们只会瞎风 这 行了 都给老子听着 静日点 是是是 居座训斥有方 你别光说好听的 赶紧各就各位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我一必饶不了你们 是 计算 是 好 严队长 古业贵的妹子到这来看病 就住在大观旅社 虽然带了点家丁 我还是觉得不太安全 这要是真出了事 跟顾家不好交代 回头啊 你带俩便衣 悄悄地住进去 一有事情也好照应照应 赶紧去吧 哎 好 咱俩 一 hem 来 好 来 给 这 疼 姑 Grou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板子 怎么还没走啊 不老老实实在山洞里当你的山奈王东毛西颠干什么呀 不怕警察把你逮了去啊 这几个三脚猫警察 打倒他们还不在话下吗 那你觉得你对付我们谷家 这些散经游泳怎么样 下酒菜 真能吹啊 我问你 你们家大小姐身子怎么样了 要不要带她到我们山寨里休养 我那清静 算了算了算了 不麻烦你 谢谢你啊 你把她接上去了 是 她清静了 你清静了 我不清静啊 你来 不会就是来看我们大小姐的吧 我来看你啊 不行啊 走吧 我请你喝一杯 行 不过今天这顿酒啊 还是我请吧 一来呢 你就是一个女的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让女人破费呢 是吧 二来呢 上次你放过一马 我呢 算是谢过了 走吧 喝 看来啊 你已经是身得谷家的器重了 这话怎么说呢 你单枪匹马地传我青龙寨 放下你的胆识不说 如果不是谷家的亲信 有谁会这么做 你就这么愿意做谷家的狗腿子 我的花抱子 话别说那么难听 什么狗腿子啊 人家谷团总成立民团 保家安民 那我们参加民团义不容辞 对吧 再说了 那谷团总对我不薄 没有他的枪杆子 我李丁耿现在 还是吃水和镇的一个小客户 枪杆子对你这么重要 那如果我也给你枪杆子呢 行了 别开玩笑了 对了 我倒是听说 你跟谷家是有死仇的 对 我爹是谷家害死的 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当初一个大姑娘家的 到山上当土匪 你咋想的 我是叔叔 给我带到青龙寨去的 合着你叔叔就是土匪啊 那是那是 我不能当土匪 我没有那样的叔叔 可你有我这样的朋友啊 朋友 对对对 朋友 来来来 朋友干一杯 我问你一句话 好 我给你枪杆子来不来 大爷啊 大郎先生啊 这事先别急 你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啊 好 当你是个男人 你还婆婆妈妈的 好 你不想说的话 我替你说 你以为谷家施舍点白粥 就跟大善人似的 谷月桂上了几天洋学堂 就能给你带来个新鲜玩意儿 我告诉你 他们老老少少没一个好东西 骨子里面都烂透了 谷家吃的 穿的 没有一件 不是在老百姓身上扒下来的 施舍点白粥 还要老百姓感恩道谢 我就是让这帮穷苦的老百姓知道 不打倒谷家 他们就没有好日子过 是啊 你这话说得没错 如果换作是我 有着杀父之仇 我也会这么做 可是眼下 打倒谷家的事 我可是连想都没想过 不敢想 你少来这一套 你把武功练成这样 还说没想 你是在等机会吧 现在机会来了 看你接不接招 你是不是喜欢上古思华那个女人了 怎么你也问这个 看来是无风不起浪啊 我怎么也问这个 看来是无风不起浪啊 干 赵公子 算了你 不想 auf чик 来 你不想到好哈 赵公子 这又何必呢 只要你一回头就是大好的前程 为什么舍此不为呢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毕竟是国民党军长的儿子 就算你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 你的上级也未必会相信你 这是你的宿命 我只为我的信仰奉献一切 并不想索求什么 你考虑清楚了 当然 好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可以退让一步 只要你答应与我合作 我就恢复你的自由 什么程度的自由 你可以到任何地方 包括回到你的红军队伍里 赵公子 好好想想吧 条件不能再优惠了 到时候 这是一名老 ťさん的 什么事 敌aro 很大 弟兄 拿着 去 帮 翻了 去吧 去吧 没事 你怎么出来了 我要喝水 喝水你喊一声啊 好啊 那我现在喊了 小姐 你休息吧 我去给你倒水 去吧 去吧 冯冯 来 来 来 喝水 有什么事就喊我啊 我走了 贴稿 一会儿 天还早 你再陪我聊会儿天吧 我睡不着 不早了 赶紧睡吧 就一会儿 行行 说吧 说吧 你怎么不看着我呀 说话也不用非要看着呀 你不看我 我怎么说呀 行行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你说吧 赶紧说 赶紧说 你看我长得好不好看 还行嘛 就是有点瘦 你呀 就是不知道女人如此多娇 你是大小姐 当然娇气了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真没看出来呀 有时候说话还挺有意思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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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话说完了 完事了 我走了 你别走啊 你走了我害怕 你害怕什么呀 马蟹台石头在门口呢 你怕什么呀 有事找我呀 不行 你坐下 坐下 我命令你 你这个人脾气还挺硬的 像块铁石 难怪别人叫你李铁稿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好 这样也挺好的 你如果像块铁啊 那就更好了 你知道铁吗 真好 真好 我已经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你 赵尾 怎么样 小江 赵队长还在谷家 暂时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不过 古思华的脚崴伤了 在县城里治伤呢 是吗 具体地址知道吗 大官吕社 大官吕社 就这间 什么人呀 我是古小姐的同学 欧阳岚 请 行 蓝蓝 你可真神通广大 连我住在这儿 你都能找得到我啊 你是大小姐嘛 这么大动静还找不到啊 谢谢你来看我 我哥上次把你关了那么久 我一点忙都没帮上 你不会生我气吧 我生气还能过来看你吗 咱们之间的感情 当然经得住考验了 对呀 铁杆 蓝蓝 这就是把我从青龙寨 救出来的大英雄李铁杆 铁杆 这是我在汉口啊 读书时候的好朋友 欧阳兰 现在可是做大买卖的 欧阳老板 你就是李铁杆啊 久闻大名啊 我让老板 看起来有点面熟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吧 那就是似曾相识 说明咱们有缘分哪 有机会要好好聊聊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一个似曾相识 一个好像很熟悉 你们再这样说下去 我可要嫉妒了 你看他一直跟小孩似的 以后就麻烦你多照顾了 好好 铁杆 你先出去一下吧 好 随意 随意啊 蓝蓝 我真想你 真是不好意思 每次啊都给你添麻烦 谁叫我是谷家大小姐呢 怎么说我们谷家也是家大业大 能帮上你的忙也是应该的 再说我也乐意帮你的忙 说吧 这次需要我帮你什么 你大哥又扣押了我的一个朋友 叫赵子俊的 赵子俊 他是干什么的 是你什么人啊 有机会我再跟你详细说吧 总之现在呢你必须得想办法 跟我一块把他救出来 好 我一定帮你 帮不上你帮你的朋友 也是一样的嘛 局长 局长 什么事啊 这么慌慌张张的 局长 好 来 看见他 好 舅长 就是他了 给我带回去 把他们带回去 方老板 既然你自称是做杂货生意的 又为什么买这么多药品 秦局长 生意人嘛 什么挣钱做什么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没这么简单吧 这些药品可都是政府严加管制的 这刀商 枪商可不是一般人用的 您说对了 这药啊正是给那些五刀弄枪的人准备的 谁呀 您猜呢 我会是红军吧 您看我有那个胆吗 方老板 你就别隐瞒我了 满眼瞒不过我 秦大局长啊 您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我糊涂 我有那么糊涂吗 秦局长 您问我这药是给谁的 其实 您可以请一个人来 一问便知 谁呀 谷家大小姐 谷小姐 谷月桂的妹妹 谷思华 对 你是说这些药 他哥哥不是成立了个民团吗 这药正是他们要准备的呀 谷小姐现在可就在前山县城 你不会是让我现在就去找她吧 谷小姐 就住在大棺旅社 可是呢 她的脚行动不方便 所以只好麻烦您和我去一趟了 是吗 秦局长 请吧 请 秦局长 大家光临 请坐 秦局长 有何吩咐 把住你们这儿的谷小姐给我请下来 是 快给秦局长泡茶 好嘞 是 谷小姐到 秦局长 谷小姐 打热了 秦局长 你怎么又回来了 思华 我本来要把你哥哥需要的药送过去 可是秦局长呢 怀疑我这批药是要给红军的 硬要我找你来对治 所以只好请你给我当回证人了 是这样啊 谷小姐 你认识她 当然认识了 我们两个是老同学了 那么说 这药可是卖给你哥哥的 秦局长 怎么样 这个面子你总得给我吧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不过上次你哥哥来信中 怎么没提这事啊 秦局长 我哥没有必要 什么事情都向您汇报吧 既然如此啊 秦某就不打扰了 方老板 不好意思啊 多有打扰 严队长 咱们走 秦局长 我的人还在你那儿压着呢 回去我立马放人 还有你的货 秦局长 慢走啊 那就多谢局长大人了 思华 兰兰 你可真聪明 刚才吓死我了 你真是天生做生意的料 你更聪明啊 这么着就给你哥哥赚了一笔买卖 别夸我了 走 咱们敬无聊 好 小心点啊 小姐 小心点 慢点啊 铁杆 你先出去吧 我们两个单独聊聊 行 思华 没事吧 吓死我了 我差一点没穿过劲来 那你后来不是转过来了吗 这点事还能难倒我们思华吗 好了 你别夸我了 你这次生意是给谁做呀 给自己做的呀 那你卖给谁呢 难不成卖给我哥 卖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只要能赚钱 当然也包括红军 红军 兰兰 你真的跟红军有关系呀 做生意嘛 风险越大利润就越大 卖给你哥哥能赚几个钱呢 再说她自己都有也不需要啊 那倒也是 兰兰 你的胆子啊 就越来越大了 不像以前的你 岁月磨人哪 可我为什么总像个小孩一样 长不大啊 思华 我怎么觉得这个李铁杆 好像一点也不知道 我被关在你们家里的事 对呀 其实我也觉得很怀疑 难道是 我哥没有跟其他人说 可是按理讲 他这个小队长应该比较了解的 我以为他能上青龙寨救你 肯定是你哥哥的亲信 看来这个李铁杆 在你们谷家并不铁杆啊 就你说对了兰兰 这一次我回到家里 我也发现 李铁杆在民团里的地位 并不像我在山上想象的那样子 我感觉好像总有一种不信任的东西 在他身边 兰兰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思华果然聪明了 其实呢答案并不难找 他能轻而易举地把你从青龙寨救出来 那么结果呢只有两个 一个是被怀疑 另外一个就是被嫉妒了吧 兰兰 你这么关心李铁杆 难不成 你要把他招安到你的麾下呀 你说什么呀你 你说什么呀你 思华 你就别送了 我会很快找你的 好 我在这里等你 思华 能不能借你铁杆兄说几句话呀 能说吧说吧不过就几分钟啊 欧阳小姐你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跑江湖时间长了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见得多了 欧阳小姐你难道不是年轻人吗 对对对我是年轻人 那咱们就说几句咱们年轻人之间的话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忠告之类的话 要对我说啊 像你这样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 很了不起 但是更重要的是 应该找到自己的目标去实现它 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慢慢时间长了 就有可能一直消沉 欧阳小姐 你说的这个什么圈子 你觉得是我自己给圈起来的呢 还是别人把我给圈起来的 你比我想象的可聪明多了 总之呢 人有抱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 找到目标并且实现它 多到外面走走 也许你觉得世界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这个欧阳小姐 你说这话像庙里的和尚 我实在是听不太懂吧 要不这样吧 以后你有什么好的出路 跟我说一声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不算不算 好 好 哪儿 和尚 吴队长 小点 走 走 大小姐 我老觉得你那个欧阳同学 有点不太对头啊 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 好像藏着夜里很多事 好像 行了行了 别瞎猜了 他是我的老同学 我能不了解他 他现在是遇上点麻烦 需要我帮忙 我能不帮吗 我能不帮忙 嗯